快走 回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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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從全紅線回到 暫光麻將鎮邁俠村之後 這裏變成了網紅打卡熱點 家門口日日夜夜都逼滿人 有時甚至說都說他們不走 更加過分的是 有人出動無人機拍攝全紅閃的一舉一動 全家都已經忍無可忍了 近日網上的片段就見到 全紅閃家門口的圍欄已經加了告示 寫上禁止無人機航拍和禁止網絡直播等等字句 官媒人民日報日前也發問 叫這些人適可而止 說圍觀的人其實是為了趁熱度搏流量 說針對這些無底線搏流量的亂象 主管部門會一直嚴厲打擊 如果突破法律和法規的邊界 就需要承擔法律責任